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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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垃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一直看 看到你心裡發麻 字幕志愿者 就跟他來電 字幕志愿者 他有沒有不同 有沒有不一樣的感覺 我覺得是 一開始他們會感抗 所以打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你的人性就會覺得 對 我就越來越用力 那我去打他 對 這就是關鍵 我們先感謝這幾位 不要 貿易出差 如果不是有兩岸貿易 來帶動的話 陷入什麼 逆倉的狀態 陸克來台超過八百萬人次 創造的萬匯收入 達新台幣三千七百多億 那有人說 台灣經濟沒有意味 對 艾克趕而大好 其實是因為 他們歸咎於是 全球經濟標的 台灣產業轉型失敗所導致 如果沒有兩岸貿易的話 台灣貿易會出現 更嚴重的逆差 內氣會更為 各位同學 這個是代表現在政府官方的說法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檢驗 對不對 那首先我可以指出來說 兩岸貿易順差 是投資帶動貿易的結果 這個分析 這個官方論調的論點 他刻意去忽略 兩岸貿易 跟台灣經濟轉型失敗 對方的因果關係 對不對 那怎麼樣去解釋兩岸的貿易順差 你應該要就是 go down to facts 就是就事實來論 就整個發展的經濟來說 他是 兩岸貿易順差 是 台灣大陸投資 所帶動的 這個稍微 經濟部長是應該 最應該帶頭去 怎樣 經濟發展 經濟建設 可是他就是用 補貨的方式 都沒有看到 擋了服貌 各位就是日後的書家 那 我很想請政府 好好去救教理師 因為我們不用先去看補外的例子 一般的補貨 不會很難賣的 他如果透過 一些深刻的人的價值 去創造 去進入 創新經濟 去創造 經濟利益 那同時 台灣承認 全世界最高的工資 就彼此的分配 坦白講 這之間的關係 是固然前對於 台灣經濟最大的問題 就是這些 官方的事 把經濟政治的設施 放棄根來思考的結果 所以經濟規律 被認為是什麼 特觀 他光線裡面 特觀 許許公公 走在抗爭的條路上 今天 願意相信 來到這裡 拿來看看我們的 公公 他們說 生命到底 誰要不要生命 這個意義 讓你們 讓我們來 天啊 別人 我愛 風景一條路 留在那 門口 暖 當門功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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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路 小龍 別人 看 風景一條路 好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操心被刑上